櫻瓜的外觀洗到淡泊青春漆瓜的麵 當調形的櫻瓜 攝影給樓科 有個叫做夏南瓜 主要是分成藍色跟青色兩種 口感很低又有 新港青龍過境法 從三年前開始 在在藍色整體櫻瓜 利用主動地管的技術 活用土地空間 提升三地 新港青龍過境法 第三年前開始在藍色整櫻瓜 這種外形像漆瓜一樣的作物 真正的名字叫做夏南瓜 在市面上真這樣看 但是隨著各人健康飲食意識提升 夏南瓜的消費人口也越來越多 其實夏南瓜才是真正的名字 那一般市面上 大家都講櫻瓜 其實櫻瓜是 一種叫做毛瓜 就是冬瓜 冬瓜屬一個東西 它的學名是 櫻瓜是在那個地方 但是你去菜市場 要去買夏南瓜可能會買不到 因為大家已經把它叫櫻瓜 叫習慣了 這邊來講 因為夏天它就是在山區種植 因為它那邊是半日照的條件 那我們平地種植 其實就是真的要看節氣 你如果太早種 其實它到最後只會開公花 開不出母花來 那 我們是放在設施裡面去種植 就等於說 夏南瓜它其實有一些比較嚴重的蟲害 那在設施裡面這些問題幾乎都可以克服掉 我們收益也會比較高 冬瓜表示 這個瓜屬於低藤蔓的作物 不需要像小條骨一樣 特別打算上去 它透過 我們是主動壓制的系統 把土地空間做更有效的利用 提醒夏南瓜的三兩 做地灌系統 所以我可以把走道的部分省下來 讓種植密度我可以種植多一點 它的單位面積的那個整個效益來講才會拉高 我們現在幫櫛瓜來做一個授粉的動作 先把這個公花齁 摘下來 然後把這個花瓣 把它拆開 好 然後 就來石花這邊 讓它授粉 所以我們也不會把它浪費掉 授粉完以後 我們通常就把它吃掉 所以幫夏南瓜授粉是很快樂的事情 自動壓制系統 搭配林工修粉的技術 維持夏南瓜的瓶頸 今年我們是中間在地外的瓶頸 兩百種的夏南瓜 那左手這邊就有一條白如意 還有一條我們準備要採種用的 所以我們刻意把它留到這麼大 那實際上它還可以更大 那這麼大條 有一些人會講說它太老了 其實就只有皮比較厚一點 它脂也比較硬一點 那但是它的甜味 你如果煮排骨湯 雞肉湯這部分它的甜味 真的是特別的甜 像南瓜 所以雞湯高纖維的收割 加上低GI值 對控制肥湯和體重有幫助 不論是當作沙拉 要是利用蒸、炸、指定料理方式 都很適合 多張華新聞也方有 新港菜方報道 對熊湯 你的專門 接下来